甘浩窮 早生在大學的志祠 小學生 七七事變那個時候,我是九歲 有一天下午 忽然间从我们天空里 就飞过好的一大片飞机 我们始终没见过飞机 那是第一次见的飞机 直到飞机一过去了 大家很奇怪 就是这不是中国飞机 这是日本飞机 害怕的时间是第二年 他就从炉台到那个禁运河 禁运河就在我们村边 一到下午两点钟左右 我们就看到有十二十来辆小舰艇 日本的小舰艇就过来了 五点钟就停了跑响 都打起来了 到第四天 打完了第四天 那个死尸就从河里流过来了 开始七八个马带装着死尸 一个马带装一个死尸 一排两排三排就能过 过了四五排 天天过 整过了一个月 中国人受的压迫 时间是最长 其实他侵略中国的老百姓 是最残酷的 有一个人开了 除了一排 咱们有可能改静 他们最终的 有可能改静 是 所以 有可能改静 It's 所以